你 攻击多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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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没被我吓的 被你吓的 你怎么进来的 杨教练让我先帮你开好房间 我就顺便 多要了一张你的房卡 水我帮你洗好了 吃吗 这都十一点了 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知道你要来 睡不着 我要是杨教练 我就把你摁在床上 逼要逼你睡着 来吧 你给我起来 你给我起来 你就一点都不想见我 我还以为你会担心我的状态 专门来跟你报备吗 担心什么 这两天不是对你生气了吗 认识两年多了 第一次 对不起 认识两年了 我绝对了解你 你早就没问题了 那就好 那你明天来看我比赛吗 那你明天来看我比赛吗 废话 废话是来还是不来 我去 你来 我一定可以超长发挥 我来不来你都得超长发挥 既然选择这条路 就不能三心二意 你知道没 你给我坐那儿 过来 你听我说 我知道 你担心我谈恋爱 会影响我的成绩 对吧 我承认之前谈恋爱 确实影响到了 但我现在向你保证 绝对不会 不过我先把话说在前头 你要是但凡为了我的前途 想跟我分手的话 我歉意你 趁早把这些心思收起来 如果你真的要跟我分手 我觉得我的心情 才有可能大大受到影响 一旦我的心情受到了影响 快 你抢你威胁我 是不是 你 我的意思是 我就有可能哭 一边哭一边比赛 我丢人啊 对吧 你是真一点都不紧张啊 我有什么可及上吗 不咋了 我回 晚安 我也是 这小时漠武很猴了 胆子真大 你的优势项目都集中在第一天了 要重视 大部分对手的情况呢 我都帮你分析过了 在分叉不大的前递下 在分叉不大的前递下 可以酌情保存实力 明白吗 明 明白 早啊 陆教练 早啊 杨教练 早 怎么样 没睡的还可以吧 哎呀 一般吧 我这个人啊 本身有点认床 只要是一换了床 我这头两天啊 肯定是睡不好 尤其这个枕头啊 它又不合适 我这两天这个颈椎又